马布里的大礼包来了 这次他要在与新疆队的对接中重新启示 并强势终结他们的两连胜 没错 如今的新疆队的确已经启示 尤其是法尔的加盟 显然就让新疆队的内线短板 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 这还不算杰克逊这名小外援 在关键时刻的爆发 看来阿迪将在休戴奇的确做好了 充足的准备工作 可这次 他的底气显然也就变得更足了 因为他们的内线上已经拥有了新的支撑点 可在这种情况下 马布里真的能够给阿迪将一记当头棒喝吗 下面塞篮球帝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这样的结果 所有的粉丝们也都想知道 毕竟如今的这两只球队就处在了两个不同的极端 其中 新疆队显然就处在了上升的关键时期 而且如今的他们 显然已经成功打出了新疆队的精气神 但北空队现在就需要重新找回自我 也知道 他们可是连续两个赛季被挡在了基欧赛的门外 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在新赛季 强势打击基欧赛 但从CB一连赛各队的情况来看 不仅多只球队的实力都与北空队极为接近 甚至不少球队的实力还反超了北空队 就像新疆队 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 马布里真的能够终结新疆队的两连胜吗 大家别着急 篮球帝马上就针对此时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新疆队的整体实力的确反超了如今的北空队 这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尤其是法尔的到来 也就彻底的补足了新疆队的最后一个短板 那就是内线 而且就在上场新生大战中 光法尔一人就为球队成功摘下了9个篮板 这还不算他在对手篮下的强攻 从价值方面来说 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反超了小外员杰克逊 看来阿迪将这次是做对了 因为法尔不仅在比赛中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他还把新疆队本土阵容的士气给重新带动了起来 就像朱传宇 唐土布拉 与埃斯麦提这三名本土球员 他们显然就在比赛中成功打出了状态 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 法尔在新疆队的作用显然不只是中方这么简单 在很多时候 还需要他通过自己出色的强攻能力 给对内其他的小将重新树立赶打必胜的信心 这显然才是最关键的 这不 他的作用和比赛中就已经充分体现了出来 并且他们还以一分之差成功击败了深圳队 可北空队的挑战就十分严峻 尤其是在内线方面 不管是于长洞 邹宇晨艺 孙通灵也好 还是大外员哈斯也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还真的很难限制住法尔这名大外员 毕竟就连沈子杰也栽造了他的手里 而且还让他在深圳队的篮下造成了更多的杀伤 虽然篮球帝是北空队的球迷 但我们仍要保持冷静 没错 北空队的确需要在常规赛中 斩获七胜以上比赛的胜利 只有这样 他们才有可能挺及季后赛 就算在内线方面存在着差距 但北空队也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外线 因为不仅张帆尹廖三宁 这两门球员打出了自己的手感 进了罗可文的三空火炮也找到了自己的准星 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将自己的巅峰战力给再次打出来的话 那北空队还真有翻盘的可能 关键的在于两个字 那就是快攻 那张帆尹廖三宁这的双子星不断去给法尔造成犯规 兵力球在消耗的同时 还能将他的范规数量给堆起来 只要将他这个点给打下去的话 那马布里再对付他们的话 就变得轻松很多了 但这个计划就充满了难度 毕竟深圳队也没有做到 但在篮球队看来 深圳队做不到的并不代表着北空队做不到 更别说 马布里必须在当前这个赛季 将北空队成功推进季后赛 因为他们已经连续两个赛季 被挡在了季后赛的门外 而且就在过去的两个赛季 他们每次都与季后赛仅有一线之隔 可恰恰就是这一线之隔 也就成为了北空队 怎么也越不过去的一道鸿沟 这不就在这个休赛期 北空队显然就付出了更多的艰辛隐汉水 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要让粉丝们看到他们的变化 这不他们证明的机会就已经来了 那就是以新疆队打的这场遭遇战 至于说马布里能否终结阿迪江的两年胜 在篮球队看来 这还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因为外线部分恰恰就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而且北空队除了张帆尹廖三星之外 他们还拥有着高宗这门得分王的加持 他的得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还要反超了杰克逊 更何况通过近期比赛的持续魔力 他的回门迹象就十分明显 这也就让他能够重现自己的巅峰战力 到时候再加上本弩突然的爆发 这也就让马布里拥有了击败新疆队的底气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